2號下午節目錄影 李慶榮還笑得出來 不挑啦 但是不是說你 什麼不挑 不只笑還能跟其他來賓 嘻嘻哈哈跑通告 打新書的好心情 以便問到違規參觀阿怕氣 笑容不再燦爛 您跟老奶陳中校是什麼關係 就好像因為他現在 也被寄了三隻神戒 我不清楚耶 不想回的問題 傲慢 敷衍 還算客氣 你跟他是朋友 對 然後是他帶你進去 真的沒聽到嗎 明明白眼都快翻到腦袋後面 郭君剛剛說是他們打電話 跟你講說請你打下來 我覺得這個不重要吧 反嗆記者理直氣壯 道歉 想都別想 你是說要跟誰道歉呢 就是說現在中校也被寄生計 如果我要朋友私底下 要跟他說什麼 我可以私底下跟他說 被問煩了 李慶榮乾脆 乾笑善人 要跟大眾道歉嗎 好不在乎的態度是李慶榮 面對風波第一時間的反應 但隨著爭議擴大 甚至傳出桃園地檢署 要分案調查 他才知道或闖得不小 臉書破文道歉 情節嚴重性 比先前帶大陸攝影師 上軍艦勘警的鬥倒扭承擇 還大條 擅闖機敏軍事重地 可能因為違反要塞堡壘法 面臨罪重七年徒刑 更糟糕的是 被破壞的台美軍事互信 李慶榮付出什麼代價 恐怕都配不起 繼續台北綜合報導